IFM 男能可贵 IFM 你一家人的电台 你好 我是金川 欢迎你收听1月20号星期一的 男能可贵节目单元 今天做客的嘉宾 我认识应该是有两年了吧 他是Max Max是把妹论坛的创办人 Max你好 金川你好 大家好 当我一听到把妹论坛的时候 我讲这个论坛是教人如何认识女孩子的 对不对 对对对 教一些男孩子如何去正确的方式和形态 去认识心的对象 那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对把妹论坛这四个字 尤其是把妹这两个字 可能有一些外念 或者是错误的观念 或者是不健康的想法 对对 那时候其实我们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想过 本来是要以恋爱 Google还是恋爱学院这方向来走 但是因为我本身也是做行销方面 Marketing出身的 然后我们就考虑到 把妹这个字是一般人在大众所用的字 然后如果把它弄成是我的名 我的论坛名字的话呢 在搜索方面 这个关键字就很容易 然后在过后的事实也证明了 其实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因为在把妹论坛当中呢 在短短的一年之内 不花费任何的广告金选 就在Google排名第一名 就所谓的SEO吗 对对对 在Google 相信很多人都会放把妹吧 比如问人家如何把妹 那很快就会搜索到你们的网站 对 你会创办这个把妹论坛呢 我相信呢 要嘛就是你对恋爱是非常的有经验 非常厉害 是一个恋爱高手 要嘛就是你失败过很多次 结果呢 从中吸取了教训 或者说一些经验 那其实你是哪一个呢 其实两方面都有 不过第二方面 失败方面就比较少一点 因为可能是对于来自我本身的家庭背景的关系 所以从小就从单亲家庭的成长 所以呢就在对于人情事故 对于感情的层面 其实在从小大概是二年级开始 小学二年级 就开始看到到比较清楚一些 对于感情上面的世界的问题 然后当我长大的时候呢 大概在中学开始以后 就开始慢慢发觉到 身边的朋友很多其实都有遇到感情的问题 然后我就从那边就开始去慢慢的了解 到底男孩子要的爱情是怎么样 女孩子要的爱情是怎么样 基本上是有落差的对不对 有很大很大的落差 这个不如我们明天才聊好不好 刚刚你说你是在二年级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接触一些感情问题 你本身的感情问题 不是我感情 就是我家里的感情 我父母亲的 对因为那时候二年级嘛 然后就可以看 就是他家人闹离婚啊 然后就知道原来 很多时候如果我经营不当的话 婚姻其实也不是个保障 所以就从那边开始 比一般的同龄的朋友来的时候 会比较早熟 是 那这个父母的婚姻 父母离异 对你造成多大的打击也好 多大的影响呢 其实 以现在的角度 看回去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影响嘛 还蛮好 有时我觉得还蛮庆幸 其实来自单亲家庭 我常常开个玩笑就是说 当一个双亲家庭的朋友 要出去的时候 他要先问父母亲嘛 爸爸妈妈 有时爸爸给 妈妈一不给 那很为难对不对 那我还好 我觉得问妈妈说 可以出吗 可以 就处理好 你只要找到一个license 就可以了 对对对 要看你本身 以这样的心态去看 小时候的时候呢 就会一直给家人 因为无法去照顾 他们需要讨生活 所以就一直把我交往给 交给 亲戚去照顾 所以呢 常常就是所谓的人求 这边住两三个月 可能还没住一年 就换一换 所以呢 就从中培养到我一些 比较独立的性格 然后也因为 我是要照顾个 比较小六年的弟弟 所以还蛮小的那时候 我二年级 我弟弟还很小吧 是 对不对 所以就要开始去独立 然后在很小年级当中呢 就要学会去看别人 大人的眼光 因为技能理下嘛 对 就要开始要对天区一策 要很准确 不能触犯到大人的经济 是 所以 然后以现在来讲呢 就是 在慢慢的 独立的成长过后 就很多时候自力更生 自己要看着办 带领着小的弟弟 所以呢 召集到我今年的性格 会比较独立 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并不容易去 我们讲妥协 然后总是会找方法去解决 那换句话说 我这样来理解一下 因为在二年级父母 离异之前 基本上你也是住在亲戚的家 所以跟父母亲的 不是 在离异之前 是跟他们住在一起 对 然后当天他们本身在 闹离婚的时候 是有很激烈的挣扎 跟争吵 是 然后就可能有动到 动到一些菜刀啊 之类的东西 对对 所以 怎么来说 都是在一个小孩子的身上 其实会留下一个阴影 没错 你二年级之后的生活 怎么去适应呢 之前是跟爸爸妈妈一起住嘛 对对对 二年级之后 突然间你要接受 你只能够跟一个人住 那是跟妈妈吗 跟妈妈一起住吗 那时候还没有 我跟我的家人 在重圆的时候 是在我五年级的时候 所以我蛮厉害的 因为我三间小学 每两年换一次 因为根据不同的亲戚 所以就要会只换地方 这我觉得也蛮好 因为两年换一次小学嘛 然后就变成 对对对 就从小就会培养到个 到处多人交朋友 那种能力 所以其实说人生 有很多起起而落落 是在 当你在低潮的时候 你如何去看待那件事情 好像Max就用一个正面的思考 去看那件事情 每两三年换一次学校 其实对你来说 你可以交很多朋友 这就是你正面的一个思考 那有些人可能会活在这个低潮里头 永远走不出来 那刚才提到了 Max是在五年级之后 就跟母亲一起相处 我相信呢 母亲在你的生活过程当中 也帮你很重要的角色 下段回来我们谈谈 Max跟母亲的这个关系 继续锁定 IFM 难能可贵 IFM 你一家人电台 你好 我是金川 现场依然是有Max 刚才也提到了 你把Max是在五年级的时候 开始跟妈妈一起居住 对 妈妈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女人 因为可以看到一个女人 就是本来是相信爱情 然后依赖一个男人 然后到后面却要自己一个人出来讨生活 然后照顾两个 因为我还有弟弟嘛 很不简单 所以不管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其实很多层面有多小母亲来边去 然后她的一举一动都影响很大 在她本身 在我这辈子当中的 我妈妈其实对我的管教方式 是属于开放式的管教 不会太过严格 然后她教会我两个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这两个事情呢 我都常常会跟我的学生分享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有妈妈举例子 她说当她临终的时候 我们两兄弟得不到她任何的财产 因为她会把那个屋子捐给佛堂 然后她跟我们说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她用时间来换取回来的 如果你要 自己去找 这个是第一个她教我的 第二个呢 就是 如果你要做坏人的话 请你做老大 一定要做老大 不要做小混混 对对对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怪的 因为其实我妈妈就是 把人生的将来的未来的方向 是好是坏 就让我做抉择 不过她关注我的概念就是 要做就认真去做得最好 不一定是要做坏人 是 对 就要把认真做得最好 所以呢 这对我的后期的发展蛮大影响 因为我在后期所做的一切的那种 行销或生意的策略 都是蛮新的 都是都喜欢做第一个在发明 或者是发新这种特别的规律 那种生意规律当中 是 所以这两条的那个戒律是 会传给我的下一代 应该是妈妈传给我的 换句话说 妈妈在离异之前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收入的嘛 对不对 没有工作的 在离异当之前的话 其实他们还是有可以工作 那时候不需要那么的完全的 去花太多时间去 对 那后来妈妈是到外头去工作 对对 那时候她就去了新加坡工作 对 因为新币比较高嘛 所以她就 为了要 她用了两 大概是两三年的时间 去累积一笔进去回来 因为她需要 把我和弟弟 把她借回去 所以她就离开那段时间 童年的生活应该过得也挺 我可以用凄惨这两个字吗 你跟你弟弟两个人 其实 凄惨还不会 那时候小的时候会想 为什么我会这种遭遇 然后为什么 看大的眼色 然后会很 在每一方面都去 要看着弟弟 因为他太小 我不能让别人语言影响他 例如说 你的父母亲 其中一个人 你吃醉醉啊 你以后不要像他这样啊 我怕这种语言 会影响到我的弟弟 会影响到我本身 所以 那时候就开始会去 要保护自己 不要去听一些 比较无聊的话 那曾经遭遇过哪一些 比较不合理的对待吗 有没有 印象很深刻的 或者是比较难忘的 有有 我很喜欢小孩子 然后就 我记得在我在四年级的时候 因为我的星期当中 一个刚生出来 不久大概 一几个月的小宝贝 是 我从小就要负责照过他 因为那时候住在 比较偏远的地方 所以那时候的人 大人的消遣就是 去隔壁打麻将 或者 OK 然后我就会被锁在家里面 锁是也被他们拿走 真的吗 所以我就是 全职的那个 全职的保姆 从那时候就开始 要去 懂了怎么去 照顾小孩子啊 然后 知道那样事情 就是 自由 不是随便可以得得到 你需要有一定的能力 才可以得到自由 这听起来也挺心酸 那那时候你同学要照顾那小baby 还要照顾你的弟弟吗 对 弟弟那时候应该是非常小 很小 那时候对 跟弟弟的感情 到目前为止是怎么样 我跟我弟弟其实蛮 蛮特别的 因为可能沿用到我家人 以前对我的方式 我跟他是 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在生活 不过他还是在 我一直照顾他 不过我们在思想的交流上 就有比较man's talk 就是不会多话 就是见面的时候 谈着 弟弟啊过来 来man's talk 谈几句就是很重点的话 是 就好 他会不会很害怕你 这种感觉呢 其实还不会 不会 如果你讲是 这种以备方来讲 我答很多 其实并不是这样说 应该是说 比较于平等的兄弟情 我对当他是一个男人来对待 这就是你的 小时候的一些生活 那至于在学校的生活 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下一段回来 谈这一块好不好 继续锁定 IFM男人可贵 你的影子无所不在 IFM男人可贵 IFM你一家人的电台 你好 我是景川 欢迎你收听男人可贵 节目单元 现场依然是有Max 嗨大家好 Max不如我们来谈一谈 你求学的一些生活好不好 求学方面 在小学开始呢 其实刚才之前讲过 我有三间小学嘛 不过比较特别的是 当回想起来的时候呢 就是在 三四年级的时候的记忆 其实 非常的模糊 我记得是 我大概是自己的 独处的时间 剩下有老师跟学生 说真的 我这一点的记不起来 就好像被外星人 外星人抽取的记忆一样 所以对我来说 中学的生活就很精彩 就那个记忆就非常的好 所谓的精彩是怎么的精彩 我会 中学的时候 已经把我本身的那个天分 开始慢慢的再崭新出来 哪一方面的天分呢 把妹的天分 还没有 那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觉醒 这个能力 中学的时候呢 就开始 在带领方面 领导方面 就开始觉醒了 然后其实很蛮特别的就是 我从幼儿园开始 一直在我大学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都在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 就幼儿园 幼儿园是做小组长嘛 小学的时候呢 就做一个全校的神采的团长 然后在中学的时候 每个年级当中呢 都会担任一个 要职 然后有可能当一些干部 或者当一些团队的领导 然后最好玩的记得是 因为我是读读中嘛 在新山非常出名一点读中 然后最好玩的是 我们在为学校筹款 那时候我们 我就担任那个筹款的副主席 就开始策划如何带领整班人去做一个捐耕耕的活动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就蛮大胆的就去外面找了一个food court 对 去找一个美食中心 然后呢就开始一个一个的那个老板老板娘 慢慢的去跟他谈 哎 能不能把我们移卖那一天 我就一个 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初三吧 初三的时候就开始一带一带谈 那边大概只有三十四十档 OK 就我就蛮多 就蛮多耶 就在后面大家都OK哦 就是举办了一个蛮大的 我觉得你那时候的年纪人家说 哎 我觉得蛮有成就感 是 的确 然后过后呢 就在我高三的时候 也是有另一个筹款嘛 然后也是对 但是不是在外面找筹款 是里面班上举办一些筹款的活动 我就开始会去想一些游戏 如何去比别的班上更吸引人过来 我玩我们游戏 因为我们要争那个筹款冠军嘛 然后整个结果当中呢 也是非常的愉快 带领了整班的朋友 然后 还要去找一些sponsor 一些赞助商 来发展 过后我觉得这段经验当中 经历当中呢 对我乐后的那个经商 我觉得非常的有帮助 是 除了你独立的个性 或者说领导的个性 是从小时候开始培养之外 那我觉得我在你身上看到 你还有销售能力 是 还有说服力 这些你是怎么样锻炼起来的呢 销售能力是对于我 对于marketing的兴趣 而说说服能力来讲的话呢 其实 在 你当你被人家拒绝很多次过后 你开始要去想 为什么讲的不好 为什么会反对我 所以每次我在谈判失败过后 我都会问那个老板 那当事人说 既然我们无法合作 不用紧 但是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到底在前面 少讲了什么 少做了什么 你可以教我吗 我用每一次失败当中是 下次进步的一个他小时 那你所面对的这些老板 都会跟你讲实话吗 都会点出你的 可能他们认为是不足的地方 但是有一些老板会觉得 是我的问题啊 我没有办件 我没有钱 如果是老板没有钱的话 他就告诉我 OK 不过我就每次在 去找那个对象老板谈之前 我都会先去衡量一下 他自己公司 最近所发展 他所做的行销策略 他的店面 他讲到的态度 然后他的 promotion方式是如何 我都会从身边的 其他资讯当中 就大概推测一下 他到底能不能花到 这个投资 我去找 所以每次在开架的时候 都是有一定的胜算 在那边 如果是有其他的原因 主导我的成功的话 就是也许是 时间不对 或者是我少准备了 我少说了一些 他想要听的话 我就会请教 换句话说 其实在你整个学校的 求学生涯当中 你不是一个坏孩子 普遍上可能一些人 都会对单亲家庭的孩子 抱有一定的负面的看法 单亲家庭一定是 缺乏爱心 然后自己可能又不上进 又懒惰 又坏蛋之类 这些都没有在你身上看得到 反叛来说的话 我没有反叛的这个过程 因为可能小时候的经历 就是妈妈在小时候 还没有离异之前 会在一些假期的时候 可以把她送去一些佛学 可是那时候 种一些好的种子 所以还不至于变得太烂 所以大家不要说 一味的去放一些负面的印象 在一些单亲家庭身上 只要那个所谓的家长 他们还扮演好他们的角色 孩子肯定是不会变坏的 是的 那我们下一段回来 就要跟Max谈一谈 他毕业之后 第一份工作又是哪一些呢 我们稍后继续跟Max聊 锁定IFM难能可贵 IFM难能可贵 IFM你一家人的电台 你好我是信川 难能可贵节目单元 今天最后一段的访谈 要跟Max分享一下 就是他毕业了之后的第一份工作 其实从事哪一份工作呢 Sales吗很自然的 对 那时候是因为认识其他老板的关系 然后就去了Badubahat工作 所以基本上我的生活就是 很常 很常 时常自己一个人生活 自己一个人生活 对 就是需要去离开家庭 然后就跟妈妈一起 那时候我住在Johol 所以我就去Badubahat 就一个人去闯 刚毕业 其实还不算毕业 我没有读完大学 我大学只读了两年 因为没钱 而且蛮好玩就是 我本身 我最喜欢的课是生化系 是基因学 就跟我现在做的事 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然后我记得在Badubahat工作 Sales Executive的时候 我度过一年半很惨的时间 因为那时候是靠关系进去 所以我只是一个花瓶 我的名字是Sales 不过我从来没去过外面 为什么 因为我还有一个更高级的老板 更高级的上司 不让你出去吗 对 因为从那时候就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守候位的关关相户 就是在公司当中 如果他不让你上位的话 你就永远就卡在那边 所以最惨的就是 现在的人工作 可能就是在早上冲凉出门之前 就会想 待会太多东西要做怎么办 我反 我想反 我在早上出门之前 我会想 够力 待会要做什么东西 我没有东西做 我就是花瓶 我去那边怎么过那半个小时 就很惨 我就这样度过一年半 但是你是有另外一个上司 请你进去的吗 对不对 通过朋友介绍 通过朋友介绍 他就可能会觉得 好了 你就靠关系进来 对 我就不让你发挥了 是 所以 那时候就看到 你要争取上位 说真的 有时就算你有能力都好 如果那个地点不对 也是很惨 结果那一年半之后 你自己辞职 我就忙 我就辞职 因为良情折磨我期 所以你在那边窝下去的话 其实都是浪费时间 因为 别人不会去看你本身 你要发挥 别人不会去在乎你 你想要出头 你想要去有一番成就 他们只会看到 我赚钱就好 你乖乖在那边就好 所以 如果你要成功的话 你首先第一个就是 有任何阻挡你的东西 你都要排除 就算是你需要跳出舒适区 你也要走出来 否则 接下来的十年 二十年当中的时候 你还是过着 跟今天一样的生活 那第一份工作 好像都不容易了 不容易 之后怎么样 之后呢 之后我去回新山 然后那时候还蛮好玩的 我就今天想话之下 认识了 那个 连锁美东印度的老板娘 我就开始会去展现 我一些marketing的能力 我去跟老板娘谈 我记得那时候大概是 二十二岁半到二十三岁左右 就是一个黄毛小伙子去找老板堂堂 说老板娘 我帮你做marketing 我帮你把你的公司名字打上来 我觉得很大的答案的时候 因为我根本没有任何成功的经验 就靠着我的思维想法去想要创造的东西 结果老板就还好 给年轻人一事 我就用了 他们那时候就在新山一个新区邮件 新的美东人要开张 我就用了一个特别的方式 就是在bust打了广告 完全免费 本来原价是一八百块的一个treatment 疗程去打这广告出来 我过去叫老板娘说 用怎么的方式来去获利 结果不出所料 这整个计划非常成功 老板娘在我离开过后 一直在延续用那个方式来赚钱 因为我们都知道一间新店 如果没有一段时间的累积 你是不会有客户的 不过我那一天的活动 就可以让他一天赚了三十多千 同时顾客的累积量 可以让他用两个月 觉得蛮好玩的 就第一次我就觉得 还蛮强的 因为我抓到社会的动态 是怎么样 你是说他有人的弱点 就是每一个人都要的是免费这个东西 可是免费 到后来如果他收费的时候 会不会下走其他的顾客 不会 因为整个的流程当中 美容师跟销售经理 我们都经过训练 我都会训练他们说 待会要怎么以柔性的方式来去做了解 而且做treatment的效果是非常的明显 因为之前之后的照片 同样的地方马上拍出来 马上给顾客看 疗程跟疗程之后的东西 所以在美容的顾客当中 其实他们有很多的选择 所以他们都会选一些效果别明显 能马上看得到的公司 所以我就抓到这个重点 打下去 那算是你第一个成功 对 之后又往哪里发展 之后就去了 自己创业了 开始自己创业 对 我记得我第一份创业的时候 是做广告 什么类型广告 我们想有些小贩中心 就是会把椅子摆在路边去 然后就扩大那种停车位 全部的霸占完那种小贩中心 然后就会翻一个萤幕 Projector screen 就放戏了 对不对 然后那时候我住的地方 就有两间这样的小贩中心 我计算过每天人流量 至少1000个人以上 我就觉得 大家吃饭的时候都在看戏 头是往同一个方向去看 我就在隔壁 再装了一个Projector screen 一个萤幕 放广告 对 蛮好转一下的 因为那时候 大概20秒的 我们讲Air time 对 Air time Free to Air 对 一个月我收800 对 然后每次放的话 都可以放到20个去 所以大概你们如果算的话 16000嘛 所以其实蛮好转 因为投资 投资并不大 然后 也 我用了一个技巧 就是说 来这边吃饭的人 一定是附近的客人 今天你的店就在附近 所以这个就是你最要的市场 对 好过你去打戏好的广告 因为那太广 不可能去到别的地方 不可以去那边 所以我就用这个 我们的主打 去赢了顾客的心 他说A也不错 然后800块嘛 30天嘛 一天来多少钱 就往下去做 可是后面这个计划呢 就宣告失败 因为我就总结了 其实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我无法控制的原因 因为他把那个 坐子椅子摆去外面嘛 停车位 然后又没有申请license 所以那时候 被抓到人员 对 被抓到很远 所以就没有人去吃啊 没有人去吃 话广告没有人看啊 就变成 那个顾客方面 就会慢慢的投诉 然后这第一点 无法控制的元素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我把那个市场 把它给数得太小 也就是说 如果那一区有200个客户的话 当有人慢慢退出的时候 我的顾客数量会越来越少 我根本就维持不到 所以我就提早结束 无论如何 从这一点呢 其实我看到啊 Max对于 呃 或许这样说吧 处处都有商机啊 是看你有没有去留意而已 是 做一些功课 或说 让自己去体会一下 当地的一些生活 哎 他们需要什么 那你就开创给他们了 那这一点 可能我们也可以探头一下啊 最近我们的生活 不是说什么都涨价吗 那Max又怎么从这一些 这个大环境里头 再看出商机呢 同时也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到底啊Max现在在做什么呢 我们只知道他是 把妹论坛的创办人嘛 他真正是在做一些什么呢 明天三点到四点 我们继续约定啊Max 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我是金川 他是阿Max 我们再会 你可贵 IFM你一家人的电台 你好我是金川 欢迎你收听 1月21号星期二的 难能可贵节目单元 同样的是 今天呢 我们的嘉宾还是阿Max 大家好 你好 昨天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呢 其实有谈到哦 阿Max呢 常常都会观察四周围 看看 其实大家需要什么 他就开创那一个 所谓的领域 对 算是处处都有商机嘛 那现在呢 到处大家都喊这个生活 好像很难过 你又怎么看呢 现在接下来 最赚钱的生意啊 就是教人家 怎么去赚钱的生意 我就是在做这一个 对啊 这就是教大家怎么赚钱 因为我一句话 有个朋友说的 在万物起家的时候 不要说话贵 是你消费不起 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 是自己消费不起 不是他贵 但是他变 他是变贵了 我之前消费得起啊 可是现在他变贵了 怎么办 你还没有 因为如果是这样子 情况发生的话 代表说 你的能力跟以前一样 并没有跟着时间进步 反正 而且那种有钱人的话 如果说 吃油起一两毛 对我们说 一样嘛 对我们 我们平平反应说 天哪 对 你另外一个方式 因为这种是 无法去避免的事实 所以你必须 以另外一个态度去接受 就是提升自己的能力 去 我们讲 开支节流 多一点 开源节流 开源节流 多一点水流 后进来吧 对 那这方面要怎么做到呢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你要注意一下 周边生活当中 与哪一些顾客的困扰 或者是别人的忧虑 没有被解决的 这肯定是一个 非常好的发展生意的机会 真的哦 对 如果说最近就是 很多外面的店面 这种做F&B做吃的 他们都没有那些外送服务 结果就有一间公司跑出来 嘿 你应该知道 什么熊猫的 嘿 我用过这个服务 其实对对 我也是吓到一跳 贵耶 我觉得我能够接受 它的那个所谓的附加费用 另外一家更贵 我忘记另外一家是什么公司 可是这个熊猫 我觉得我能够接受 它的那个费用 对 虽然说会比一般的 对不过我们偶尔会使用 对他们来说 每一个人偶尔一次 就非常赚钱 所以他就解决了 其他店面不需要去请人 他就请个车队来送 这是非常聪明的方法 所以第一个 睁开眼睛看一下 你身边有哪一些 还没有被 没有被满足的需求 你就往那方面去发展 当万物在高涨的时候 你能不能找到一个方式 以一个最低的价钱 来做到同等的东西给人家 就好像网络上有一个公司 是专门卖很廉价的 一个雇本 一些服务 他就帮了我们很多 对不对 我们又认识他 又非常赚钱 可是这个到后来 还是会给人家觉得 好像第一 有一点欺骗的感觉 因为去到了之后 会发现到 那个服务不如预期的 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其实这个是 其实并不关系网络公司的关系 因为那个要负责 它是销售管道 真正的是 那个售卖 那间店 本身的经营模式有问题 说真的 今天如果人家 难得帮你开发到 新客户过来 如果你不用一个正确的方法 去留住 再来扩展那个收入的话 你今天一把一个剃掉 其实你不是把一个顾客剃掉 是把那个顾客后面 所有的朋友剃掉 是 所以我们现在看 我们以Facebook来看的话 一个人后面连接了 至少有500到5000个人 左右的朋友 所以你一个名字搞错 5000个不是你顾客 所以说真的 现在做生意 因为网络的流传 你不能得罪太多顾客 因为这样下去的话 马上下2800万的人口 你全部得罪到晚 是是是 不要小看这个网络的威力 所以这就是 阿Max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他有一家公司 真正的工作就是 亚洲行销天才 对 我是专门在训练年轻人 如何去以最低的资本去创业 对 以前在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 你学有劳力 给你就会换金钱 现在不是这样子 现在不是这样子 你用劳力的话 你换不到很多的金钱 你只能换到日子过 他们说一句话 他们说一句话 老板只能给你一个位置 能不能出头看你自己 是 OK 所以通过 如果你现在是在帮人家打出工的话 其实没问题 因为我会经过那个过程 你学去了解打工人的心态 还有学了解老板如何进行行义 来从中充实自己 为你将来出来做行义 来做个铺路 然后 然后我在教很多学生在创业的时候 在上课的时候 我发觉到一样事情就是 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无法跟上时代的经 无法跟上现在的商业模式 怎么说 学生走教的东西太偏秘 太过时尚谈兵 根本符合不到市面上的事情 再例如说举个例子 读marketing的人都知道 打报纸打广告就会有很多钱来 说真的 我们出来经营心意过后 随着这个是一个一点点品牌的帮助 不过它对实际上的销售 并不是有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真正的帮助还是来自私底下 你跟顾客怎么的交流 这一点东西 所以很多学生他跟我说 读marketing出来 其实到后面觉得 他需要重新学过 我就以这方面的话 协助帮忙创业 我记得在以前的时候 我本身在创业的时候 我创业过两次 以前失败过两次 因为没有名字字典 然后那时候很彷徨 也花了很多时间 然后接下来 我要走的方向就是 我希望像我以前那种 所走过的冤枉路 告诉我的学生 千万不要这样子做 你一定要那样做 来说等他们本身成功的过程 我们没有多少的时间 可以再浪费 因为时间过得真的太快 转眼间 今年又2014年 星期二了吧 对不对 太快 那除了这个学校 所教导的 跟这个市场要的 好像都不能够 满足市场所要的 那其他的问题 包括哪一些呢 我们下一段回来 再继续跟Max聊 锁定IFM 难能可贵 IFM 男能可贵 IFM 你一家人的电台 你好 我是金川 欢迎你收听 男能可贵节目单元 刚才 Max有提到 他在培训这些 青年创业的时候呢 他发现到 学校所教导的 没有办法满足到市场的需求 那除了这一点之外呢 还包括哪一些呢 就是说 现在年轻人 他们缺乏哪一些 现在年轻人也缺乏了 一个很大的行动力 可能是之前的 社会的灌输方面 家人的灌输 读好书出来 打一份工就好了 坦白说一句话 现在打一份工 并不会让你维持下去 真的 越来越多人 你需要两份三份 所以 如果你真的想要 将来有更好的一个未来的话 是时候醒来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 都有想过 我要成为怎样的人 我要想拥有怎样的声音 但是这个日常在 打工的时间当中呢 就慢慢的忍下来 我看就觉得很可惜 我在我上课的学生当中 我看到他们眼中那种 不公平不满 曾经那种热忱 就是因为需要 去扶回社会的压力 需要硬生生的 把他给压下来 所以呢 我就用我的训练方式 第一个 让他们了解 现在本身 市面上的 自己的模式 哪一些 为什么 麦当劳需要在 三点到六点 可以有个优惠价 三块钱买一套套餐 然后 为什么很多的公司 开始用很低廉的方式 来收第一批客户 为什么我们现在 用的WhatsApp WeChat 他们会用免费的平台 这些东西 这些公司 到底他们怎么收钱 怎么要赚钱 我有一门课 是叫做 免费也能赚大钱 其实我可以统计起来 真正如果要用免费 来赚钱的方式 其实只有五种 对 然后 这其中一种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用 例如说 我们网络用作的 WhatsApp跟Line 还那种是叫做 先免后费 它累积一个 庞大的客户群 过后呢 就开始会卖你 很多的 Sticker 对 第二个 当然有人 就代表有商业价值 就开始去找一些 国外的 知名的团体 歌手 要不要建立一个 Official Group 要收钱 然后 如果你是新公司 你要把你的产品 变成Sticker来放 收钱 对 如果你是那个 国家的旅游中心 你要宣传你的旅游 收钱 只要你有人在手上 他就能够赚钱 所以 这是其他三个模式 泄免后费 然后 第二个 我看到学生方面 的问题就是 他们 在自十年当中 所存到的钱 并不足够 让他们创业 当他们想 不如我存到35 所以才来吧 存够了一个 一两百千才来 我告诉你 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大时候 我还想 我糟糕 如果再跌倒的话 我没有多35年 可以存 所以 那个梦想 无限期的延后 然后 给自己的梦想 打折扣 我觉得 很悲 所以我就开始 教他们说 如何用最低的成本 来创业 如何再累积 身边一半的人 一起 所以 我的学院当中 都会形成一股势力 因为大家都有个 基本的行销的一个概念 从那边开始 然后由我来指导 所以我第一间开创的就是 Smash House 发泄站 哇 这个 是让人去发泄的吗 对 这个话 就是早期如果 你看过很多的媒体 都真先报道 然后就是 马来西亚第一和唯一的一间 出发情绪的一个店 就是用来 用砸玻璃 砸碗碟 这种比较于 物理性质的方式 来将心里面 布满的情绪 来发挥出来 因为很多人 前阵子的门槛嘛 就是很多人 因为生活压力 或者是感情问题 然后就结束生命 我觉得 如果能够有个 很好的管道 让他们去发泄 如果能有一个 很好的管道 有人去听他们诉苦 来解决问题的话 其实这些人 还会存在 他会加人 不会伤心 不要诉苦了 其实我觉得 抒发就已经是 很足够 让他们把自己一些 不良的情绪 发泄掉 对 而且还是在一个 没有 没有抵触法律的情况之下 他们做这样的事情 这样也给你们想到 这是你跟你学生 一起开创的一个事业 一起开创 很多人就说 你们的股东有几个 我们股东总共有12个 不过绝对不是12生肖 为什么这么多 第一个 就是极少成多 每个人只要承担 一小部分的投资额 他就能开成一间店面 然后第二个 各有各的责任岗位 这样的地方 不需要你一个老 你有100千200钱 你开一间店 不过 由你一个人来管 你就一个头脑 一个头脑如何怎么样 都比不上12个头脑 一起运作 所以我就带了学生 就是 从如何去铺张 如何去设立店 如何去经营店 如何去打广告 往更多人知道 我从头去手牵手的方式 带出他们走过制度过程 然后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很多做声音的人 刚开始的做声音 都是先开了店 再决定宣传方式 才打广告 这个是不行的 你的电还没开之前 你就要让别人告诉别人说 你存在 所以我们smash out 还没开之前 我们也在外面铺张了 很多人在期待着我们来开张 所以就变成不会有空白期 就好像iPhone 6 还没出 就大家在期待 当他出的时候 大家就去排队买了 不需要有等单量空白 学校浪费时间 因为当你提早去宣传的时候 你会听到一些市面上市场的一些声音 你可以在你里面 真正发出那个真正的menu的时候 你可以调整 根据顾客要的东西调整 所以你出来的东西 就是别人要的东西 这样谁不会跟你买呢 就全部都要跟你做生意嘛 没错 那你个人如何看待 你会不会特别的鼓励你的学生 就是用网络的方式来创业 就是在网上创业就好了 有 在网络专业当中呢 是对一个现在就在就职打工的人 他们本身第一个 他们会考虑用网络 比较安全点 因为你还需要有个正业 来去承担你的生活费 然后可是大概过后呢 你需要从网络当中跳出来 因为网络的世界改变得太大 它很快 今天Facebook是全世界最大的世界网络 随便担保在10年后 它会变成怎样 对 我们以前也看过很多案例 就是MSN啊 等等 他们全部都会垮哦 所以如果今天你有个网络的生意的时候 请那个老板 一定要站在前面 让别人认识 因为将来 那批顾客跟住你 这是你 不是网络 当你网络那边 你转型没有的时候 人家认识是你的面孔 而不是那个冷冰冰的 网站的名字 你需要用你的本身的Personal Touch 你的个人的价值 来去跟这些顾客打交代 才能够去形成一个比较永久的一个合作关系 人家买的是 我们现在顾客买的是 跟那一个卖的人的关系 而不是卖的人产品 如果这句话不成立的话呢 那么我们本身呢 应该全部都是打电话去买保险就算了 不需要跟朋友买 因为我们要的是Personal Touch 或者你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就去想一个比Facebook更强大的一个网络吧 那就会更成功了 既然我们这两天请到法媚论坛的创办人 当然要谈一谈 特别谈一谈 男人在感情世界里的错误观念 锁定IFM男人合规 IFM男人可贵 IFM你一家人的电台 你好我是景川 欢迎你收听男人可贵节目单元 现场还是有啊Max 谈一谈 男人在感情世界里 是不是很多错误的观念呢 比如说 失恋之后男人一定是要很痛苦的吗 的确 这种情况是越来越明显 尤其是在Internet发达的时候 很多人都躲在萤幕后面 去认识一新朋友 当一出来见面的时候 两个说真的 完全就不来电 就开始很多音音都错过掉 因为他有依赖 网络的一个交友的方式 然后 我发现到一样东西是 我们受到传统的一些书啊 一些 电影的影响 电影 就是 只有大好人才能够赢得美人心 只有 我们讲 要 要 要诚意 然后稳重 要符合到24班5亿 24校的人才会追到女孩子 说真的 其实 真正现在的社会来说 男人女人都在进一步 千万不要拿80年代那套 手牵手 去过那个桥 看月亮就会成为男女朋友 这不可能的事情 我看到的东西 现在就是 很多男人在以追求女孩子的方面 太过寂静 他们以为有一个华丽的包装 跟有一个非常花俏的语言 就能够追到女孩子的心 现在女孩子 其实并不笨 他们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初步 是因为感觉而喜欢上你 但是当他真正爱你的时候 女孩子会有很大的转变 他变成理性 他就考虑到 你到底能不能将来 给我一个安稳的家 你能不能够养孩子 你能不能跟我 组这个家庭 但是男孩子就会 沉醉在 就是一直恋爱的感觉 希望一辈子维持 这样的那种关系 简单的 很舒服的方式下去 他不懂女孩子 这种改变 所以很多时候 就是拍拖了一两年过后 很多人看起来 前面好甜蜜 后面怎么会分锁 其实很大的原因是 男孩子还没有把他的思想转变过来 女孩子已经在变了 当初一感觉来爱上你 喜欢上你 对 但是他真的爱上你过后 他是一个理性的人 你是一个很好的男朋友 不过你不是一个很好的老公 所以他就离开 我们人人不会去追求一个 会让我们将来没有幸福的女人 女人也有权利追求一个 将来可以让他幸福的男人 如果你真的爱他 男人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 为什么你不要提升自己 你要让他 我自己将来给你受苦 我觉得不很残忍吗 那你真的不是爱他 那所以说吧 男人在 失恋之后 应该怎么处理自己的伤痛呢 第一点的话就是 天涯和出户芳草 何必担恋一只话 这句话是给那些 刚刚失恋男人听的 然后那次已经有女朋友的话 就不要理我 当你失恋过后 其实你把它当作是 人生的其中一个成长 每当我们失恋一次 分手一次 不管男的女的都好 你都是会越来越清楚知道 你要的对象 拥有怎样的特质 怎样的对象 是不适合你的 所以 其实分手并不可怕 它好玩的地方 在于说 它让你更加清楚 你的弱点 跟你将来要的男人 或是要的女人 是怎样的 失恋分手是在帮你 找到一个最适合的 结婚的对象 所以当你结婚的时候 就是一辈子的承诺 你有孩子 你需要照顾他们一辈子 就不能重蹈 我的家庭辈子一样 OK 因为单亲出生的孩子 其实在某程度方面 会受到社会上 很不一样的眼光跟压力 所以结婚不是一件小事 它可能是将来 三个人的事 四个人的事 那你如何看待 比如说一个男生 他常常都面对失恋 这样的一个结局 问题是同样的 你怎么看待这个人 或者说这段感情 如果男人常常失恋的话 而且别人只有一个 肯定是他自己 因为你想一想 一样货 竟然十个人都不要买 不是十个人的问题 那就是货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男人 如果你本身想要去追求 你新的对象 要更加成熟 更加漂亮的女孩子 第一个 你需要改变你自己 对 五十千的投资 只能做五十千的生意 也不可能五十千的投资 要做一百万的生意 拥抱你的身上一样 你今天价值的是七十分 你不可能只要九十分 因为九十分 这不能降低身份来 去迎合你七十分 但是有一个方法 可以让你七十分 可是能够引到 九十分女孩子的注意力 那个就是 你需要让那个九十分 九十分的女孩子看到 你是一个一百分的蓝筹股 你现在正在起步 追求着一百分的结果 你有实际的行动 去做女人 最喜欢这样的男人 多过喜欢 已经是一百分的富二代 你有potential 对不对 我看到你的成长 以后的价值 好了 更多的这个问题 可以到这个 把妹论坛去开 去分享一下 找一下答案了 我们下一段回来 要谈谈另外一个 我觉得也是很好玩的 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请教一下Max 如何让一些男士 提升他个人魅力 继续锁定IFM 难能可贵 你说你最近 IFM 你一家人的电台 最后一段的节目访谈 我们要请教一下Max 我们男士应该怎么样打扮自己 不应该说打扮 提升自己的魅力 我之所以会讲打扮 是因为常常我们觉得 打扮了自己 好看一点 把名牌穿在自己身上 头发怎么样 设斗之类的 那就有魅力了吗 其实魅力不是这样子来的 如果你们 私底下认识我的话 或者是看到我很多报道的话 其实你都注意到一样事情 我时常穿着 白色的衬衫 或者是 然后蓝色的女仔裤 就是那么简单 今天除了白色之外 还有一些线条 对 所以我的 那个同意的形象就是这样 所以我没有比一般人花俏 真正要提升 个人的魅力的话呢 第一个 你肯定是要在 你整个外表方面 是很干净的 所谓的Clean and Lit OK 很干净的 不是油头粉脸那种 然后 第一个东西呢 最主要是 别人跟你交往的时候 看的是你 真正的真实的自己 你多么华丽的包装 只不会是个 十有七表 只包不住火 所以呢 你真正要加强的是 你的内涵 OK 这我们谈一下 内涵怎么去增加呢 首先第一个东西 不要时常躲在电脑 后面一个人 你需要很多的时候 去外面 去跟老一辈的人 同一辈的人 跟小一辈的人 去了解聊天 接触人群 对 你需要去get information 你需要去看一下 别人怎么处事 带人 你需要去了解一下 就是 成为的商业礼仪 界面的礼仪 心理方面呢 你可以慢慢的增加 你人生的一些经历 然后 从中当中 你会把你的人生 你会很多 你的知识提升 当你跟异性 在讲话的时候 你讲的话是不一样的 不是明天就讲那些 网络上的东西 跟很片面的东西 是 因为你 我们必须逃脱一点 就是 常常以个人的角度 去看一样事情 接触的那些朋友 你可以学习他们 用不同的眼光 来看那样事情 你的人就变得比较成熟 所以谈吐 其实也是跟这一个 你刚刚说的都有关 如果你真的是 完全没有接触这些事情的话 可能你谈吐 也没有办法说得很好 对 然后一个我先来提的就是 何谓安全感 很多女孩子在分手的时候 就告诉男人说 你没有安全感 书其讲 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 我对这个东西 有一个新的解释 男人千万不要以为啥 啥认为 我身材够大 我够壮 我有腹肌 我有肌肉 我有钱 我就有是安全感 错 女人寻求的安全感 不是这个 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比例 当我们小时候 当我们有任何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会找谁 爸爸妈妈 对 他们就是我们的神 你只要叫爸妈 他们就来取决到完 那种依赖感 就是女人要的 就是这个东西 当一个女人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她只要喊一下你 Darling 你可以巴掘 都有很多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让她完全依赖你 那就是安全感 哪怕你不是很有钱 可是当她有问题的时候 你就能站在她那边 能让她依赖你 你就要心目中 那个超人 不过 这个你要注意一点 这个东西 都不是用在每个人身上 只用在情侣身上 因为 你千万不要随便 对女孩子这样子 因为你会变成官应兵 烂好人 对 别人就当初来利用你 当你要跟一个女朋友 长举下去的时候 你就要具备这种安全感 可是这种安全感 不要乱给 因为你会变成 给人家利用 是 那如果面对到 一个女生 她真的是 非常的独立 怎么办呢 她还是有软弱的一面 我就 有个想法 一个女人 越来越坚强的话 那是男人的失败 真的吗 是 女人都想依靠男人 都想抽一个小女人 去 我们讲 曼日 去Dar 受宠一下 对 受宠 当一个女人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她变得越坚强 越强悍 代表你的失败 因为你无法保护她 当一个女人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她很聪明 可是慢慢的变成 好柔软 好柔弱 开始 你觉得 她变得小笨笨 我告诉你 女人是幸福的 代表你的强悍 男男的厉害 你展现你man的那一面 是的 哦 是这样吗 如果那个女人继续的坚强下去 或者那个女人 她其实想要保护这个男人呢 可以被接受吗 有这种例子 对啊 对啊 有哦 那就男人幸福了 有人越来越厉害了 男人也要幸福 非常感谢 Max这两天 接受我们的节目访问 那接下来 你有哪一些计划 需要再进行的呢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会进去另外一个事业领域 就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mobile apps 然后我采用的就是 全马来西亚 全亚洲吧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经营方式 我们想象就是 一个mobile apps的话呢 在外面 大概需要有到二三十千的马币 来拥有基本生生意的一个应用程式 但是呢 我采用的方法 只需要每个月三百块 我就可以有自己的app吗 就能够有自己的app 真的哦 而且没有contract 这是非常崭新的一个方法来的 别人没有在做 所以这句话 也是验证我前面妈妈教我的 要做 要做坏人去做大的那个 做最大那个 对对对 做leader 做leader 因为当你本身是创造人的话 发起的时候 你只有设定游戏规则的 一个这样 一个筹码在手上 如果你是跟着游戏规则玩的的话 你就是要给钱 所以我就希望在这个 今天的分享过后呢 希望曾经抱有 梦想 热忱的人 OK 你已经把这个感觉 沉了多久 让他压抑了多久 如果这样子来 过完下去 你这辈子的话 你会后悔吗 以其将来的后悔 打不如趁现在年轻的时候 敢敢的 去尝试一下 追逐自己梦想的那种刺激 那种成就感 当你思考过后 就你会知道 人生其实并不应该那么沉闷 希望通过今天 跟昨天的这个访问里头呢 你可以让 RMAX可以让你的这个 所谓的梦想 再次的呼唤你 把你唤醒了 那想要找这个RMAX的话呢 可以到静川的命子书去看一看 非常感谢 MAX 这是我们的难能可贵节目访谈 也感谢所有的朋友收听 那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我们下一个星期团队时间再会 拜拜 拜拜 by bwd6